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餅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藍山應該是聊到京都旅遊一定會提到的一個大景點 好山好水而且好有歷史 而且景點大多數走路就可以到達 鮑勃今天就來簡單介紹藍山一部分的必訪景點吧 藍山位於京都市的西部 是一座標高400公尺的小山 但廣義來說橫跨貴川的杜月橋左右兩岸周邊 都稱為藍山 這一區是平安時代 也就是西元八世紀以來 許多貴族別裝的所在地 於1994年被拿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天龍寺 是由族立尊寺 為其後醍醐天皇名符 於立英二年1339年所建立 很可惜由於多次遭遇火災 所以現在看到了各大堂 經緣明治時期之後所重建 寺廟的腹地非常的大 而且四季都有各自的美好 鮑勃拜訪的時候是初夏 剛好可以欣賞到可愛的繡球花 另外可以拜訪天龍寺規模最大的建築物 方丈寺 坐著欣賞對面日本最早指定的 歷史遺跡特別名勝 曹元池 日本感十足 藍山這一帶還有許多風景優美的寺廟 那鮑勃這裡就不一一介紹 等大家自己去發掘囉 想到藍山 大家應該也會聯想到藍山竹林吧 也是京都最具標誌溪的景觀之一 雖然只有短短200公尺左右 但密集又高聳的竹子 仿佛置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金服電器鐵道藍山站周邊 有不少商店以及餐廳 建築也非常的復古 也可以看看知名打卡景點 有禪的光臨 有機會一定要晚上來看看 從這裡散步到杜月橋 體會一下平安時代 貴族邊散步 邊看貴川河水的悠閒風雅氣氛 真有日本感 如果走累了也可以拜訪 藍山最知名的咖啡店 Persan Arabica 做著喝杯飲料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咯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